由德國非牟利慈善機構好書共享協會 營運的網坡號首次抵港 繼2015年之後本港再度有書船砍案 船上有超過2000種英文書籍 小說科學醫學等不同領域都有 可以現場閱讀或寫購買 不少家長在書船開放首日 就帶小朋友上船探索 他很開心 因為他本來喜歡坐船 二來也能看書 他又覺得很新奇 有家長就覺得海上書展令人感覺放鬆 好像去了別的地方看書 還有去試過上郵輪 你今天來到開不開心嗎 開心 除了看書 訪客都可以買特色紀念品 或者去咖啡店休息 和船上來自25個不同國家的船員交流 我們希望很多人能夠上船 享受到書 我們看到書有很多價值 很多人在年來都曾經有故事 是因為他們購買了一部航空 網泊號即日開始 到5月26日都會停泊在海港城海運大廈 除了星期一 每天下午12時半至8時15分開放參觀 有意參觀的人士 需要預先在網上預訂30元的入場換票 船員團隊在香港停留期間 都會與不同組織合作社區工作 包括探訪香港的難民 派發食品和支持康復計劃等等